一个伤害是什么伤害呢 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感觉到严重伤害呢 胖达人面包店啊 这个面包店真的只有面包里面加了人工香精的问题吗 你想想看 其实背后问题更大哦 大到什么地步呢 徐寻平 之前大家不知道的这号人物 现在天天都会要上电视版面 可是徐寻平在背后 他的操控手法 这个手法技术可高竿了 因为呢 他运用了一些有名的人士 用了这些人 使得他的企业 使得他的面包店 一下子之间可就是名望高涨啊 最重要的徐寻平是找上谁呢 小S的老公耶 对 我跟你讲 这根本就是一个金钱游戏 这里面有四个关键人物 OK 四个关键人物 当然中心是徐寻平对不对 他当然是老板 他当然是老板对不对 对啊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小S的公公徐庆祥 徐庆祥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小S的老公 和小S本人 现在我们定调 这个金钱游戏 叫做小S策略的金钱游戏 为什么呢 怎么说 怎么说 好 来 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金英国际公司在今年快速投资的 砰砰砰砰砰砰 投资了这么多家店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投资这么多啊 什么密斯甜心密斯甜 哇 密斯蜜糖啊 对不对 盼盼人士堂 现在大家知道 知道对不对 好 我跟你讲 豪润也有 豪润 对 还有这个你绝对没听过 什么 老王猪肚鸡连锁店 这是什么东西 大陆有20家分店 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一切都围绕着小S 好 我们现在退回来 退回来 这样子你也会花 对不对 好像他们都围绕着小S啊 对 这五家都跟小S 有绝大的关系 但 哇 那简直就叫做小S策略 小S投师技术啦 可是故事要有源头 对不对 那就再回到徐寻平的身上 因为在偶然的机会之下 小S认识了徐寻平 徐寻平就把胖胆的面包给他吃了一口 他说 哇 怎么这么好处啊 这么好吃 这么好吃就让你公公 许庆祥也吃一下看看啦 许庆祥一看 一吃了这个面包之后就说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马上把它给吃下来 马上把它给投资 他的公公不得了 不得了 对 徐寻平 台湾的巴菲特 没错 太厉害了 没错 徐寻平他就怎么样 他以精英国际招了谁 许庆祥 许庆祥 不是许庆祥本人 是徐亚军来 可是这个基因国际 他们还会投资其他的事业对不对 所以这个投资的轨迹 你就可以看他的手一步一步伸出去了 然后你有了面包第一名的庄宏明 有投资第一名的许庆祥 宣传第一名的小S 以及整合第一名的徐寻平 胖达人就开始的股价爆充 短短一年之内 弄到了两百多块 好恐怖 比这科技还要厉害 一个面包店就能够有这样的资本 有这样的涨幅 你刚 重点不是在哲理 是什么 重点是 你现在看到刚刚的那个代言的那个画面 对不对 很美啊 你光是看到那一家台北店吗 不是哦 等一下 台中分店开了哦 高雄分店也开了哦 难不成都有 通通小S就代言 现在我再把你的脑袋洗干净 小S代言一次是500万新台币 什么 你没说错 没错 真的500万 她是人气女王 一次500万 一次就要500万 一次500万 不然勉弹 不要来找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温安导租台中高雄甚至上海店 请问小S要不要义务站台啊 看来要 那要不要收钱啊 一定要 好 我跟你讲 要当然要 但绝对不是500 我们可以打折嘛 这样懂了吧 所以 但也绝对不是50 对 我跟你讲 不管数量是多少 便宜很多 徐行平出得起 可是这一切都回到 这个谋略的原始策划人 徐行平的脑袋上面 真的 多么成功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下一张 有一次湖南当家的主播 湖南卫视主播谢娜 谢娜在湖南非常有名的 她跟小S是好朋友 两个人还一起投资 对不对 她说 听说你在台北啊 投资一个胖达人 但是我都吃不到 啥 吃不到 小S马上飞机快递 到北 到北京 然后谢娜当时人在北京 马上就可以吃到了 为了一个面包 为了个面包 从台湾快递送到北京 对 哎呦 了不得 了不得 马上告诉你 我家面包多好吃 谢娜马上把两个面包 放在嘴里面说 小S谢谢你 我吃到了 太好吃了 好 你说就是这两张照片嘛 原来他吃谢娜 吃的这两个面包 就是胖达人 对 好可爱的小女生 空运到北京的 对 空运到北京 你看他多可爱 对不对 你注意 你注意 这边还有胖达人的标签在上面 对啊 哇 这代表说什么 这绝无造假 就是他吃到了 对不对 听说谢娜的粉丝 有三千万人 所以现在 台湾的民众还多 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重点 他是何许人也 不得了 不得了 他一吃 而且他会扑上 他扑上微博 你知道马上让 这就他放上去的啊 都知道了 台湾也知道了 他的粉丝三千万 请问他的宣传效益 有多少 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了 所以我跟你讲 那时候上海的科技之父 李开复 还有一个谁呢 还有一个是 中国SOHO的董事长 潘石屹 他们就讲说 小S跟谢娜 让中国一人 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认识了胖达人 所以你看 这个旋风 名人加持 不断加持 好 我们再回到这张上面 刚刚我们讲说 咚咚咚咚咚咚 立刚 这什么玩意儿 捞王猪赌鸡连锁 你跟我说 在大陆开很多 20家对不对 对 今年4月 徐寻平把它吃下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小S 非常喜欢吃 他什么 胡椒猪度锅 是这样子 不但如此 而且吃下来之后 还推出了一道菜 我跟你讲 你绝对没吃过 也没听过 叫做小S青春鹿 那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 以他的名字来定的 以他的名字 来卖火锅 捞王 我跟你讲 这个现在在 在北京 在上海 都是最夯的什么 就是一种算算锅 但你不会想象得到说 徐寻平的脑袋 有多么厉害 他4月吃下 捞王猪度锅以后 他马上 我跟你讲 蜜丝蜜糖 其实是什么 蜜丝蜜糖 其实本来就是 谢娜跟小S一起开的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店门口 你看挤了多少人 你看保全人员 还拼命的要阻挡 你看 现在是要吃什么 要这样 为了吃 你看能够有这么多人冲上去 为了吃 有这么多人要蜂涌而至 画面会说话 好像我们现在在说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后面的商业脑袋 有这么厉害吗 光看画面 你就知道这些人 可不是花钱 请来的 而是小S的魅力跟旋风 让你根本无法挡 好 OK 所以薛新平他说 第一名就要找第一名 我这种投资整合包装的第一名 一定又就要找到第一名的艺人 来帮我代言 第一名的什么 第一名的操盘手 推手 来帮我整合这整个企业行销 将来我一定要打造像麦当劳 像肯德基 一样大的事业版图 这是他最后的 最伟大的商业动机 所以他就知道说 他将来是两岸三地 一定是餐饮业的龙头 因为他有小S 这些人的加持 才可以成功啊 看看小S策略成不成功 非常的成功 两岸三地用的小S策略 打响各地 而且呢 所有的民众都蜂拥而至 这个小S策略厉害 可是呢 徐寻平他背后有一个导师 这个导师可就更厉害咯 这个导师就是告诉徐寻平说 你该对于哪个地方要下手 下了手你回本绝对多 而这个人是谁呢 许庆祥 许庆祥 刚刚华干有提到咯 许庆祥是谁 小S的公公啊 艳丽 来谈一谈许庆祥吧 听说他好像是台湾巴菲特 对没有说 因为事实上刚刚其他的嘉宾有提到 为什么呢 这个小S的公公呢 他会介入到这个胖达人的一个事业 最主要是因为呢 小S 他觉得这面包太好吃 所以因此牵线 那徐寻平他其实也对媒体曾经讲过 就是说他的精神导师是谁 他的精神导师呢 就是许庆祥 也就是小S的公公 那最主要呢 就是他们在认识的时候呢 许庆祥呢 就跟徐寻平讲了一句话 你不要以为 对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做的医美事业 很好赚 就后台 但是你仔细去看哦 医美事业的毛利率 是在下滑当中 所以呢 你要找一个新的事业 新的一个获利模式 新的business model 来持续你的一个事业体 那你这么一讲 我们还以为徐寻平非常的厉害 结果他最后真正最厉害的是 许庆祥 他在背后 帮他操盘 对 没错 背后的最重要的操盘手 背后最厉害的人 就是小S的公公 就是许庆祥先生 那这时候呢 徐寻平就很好奇 就问小S的公公说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事业 才可以让我的事业版图 越来越大越赚越多呢 徐寻平就给他了一盏明灯 什么明灯 道路就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在美国最有钱 事业体最大的是哪一家公司 他才 徐寻平讲不出来嘛 小S的公公就跟他说 是Walmart Walmart就是一个 连锁的一个大卖场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徐寻平就好像被雷打到 一样 他说哇 原来呢 Walmart是比那个 微软比这个BearGas 还要有钱的一家公司 一般大家不是都觉得 科技业才最有钱吗 没有错 但是这几年 其实科技业 它的最风光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他们的整个获利 整个毛利率都一直往下滑 那所以后来呢 他就请教了小S的公公之后呢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也就是呢 徐寻平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未来要朝上的一个事业体 一定是所谓的内需 就是民生消费 然后另外呢 还要有所谓的一个两岸三地 然后最好呢 还是能够收现金 那刚好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胖达人的一个特色 对啊 没有错 面包店一定是现金 收现金 面包店呢 只要有人气 那就绝对卖 对 还有一个连锁店 连锁 两岸三地大家都要吃东西啊 没错要前进两岸三地 因为你前进两岸三地呢 你股市呢 上面就有一些这个本益比会提高 就有一些想象的题材 所以其实呢 小S的公公呢 对于这个 徐行平的一个 事业体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分效果 而且他确实也是他的精神导师 今年年初 徐行平他到这个大陆去演讲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胖达人在 台湾的业绩已经非常非常的夯 非常非常的好了 那就有很多的金主棚的 大笔的现金跟钞票 就问徐行平说 你让我录股一下吗 你让我录股一下吗 这么好的事业体 我们也有兴趣啊 就这个时候呢 徐行平他就 他就把他的精神导师拿出来 他说各位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一分一毛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有小S了 我们还有小S的公公 徐行 祥先生 等一下 你说徐行平他直接名讲 他其实在大陆演讲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小S跟小S的公公 当做招牌 对 这两位招牌 他直接说 他们两个是我最重要的partner partner这个字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一个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其实这个小S公公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盘了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是小S公公的一个照片 真的是年轻的时候还蛮帅的 还跟迈克 难怪迈克可以长得这么帅 确实这个基因不错 还蛮很像 对 非常像 那另外我们来讲的是刚刚 立刚讲到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小S公公 徐行祥先生 大家会说他有台湾的巴菲特支撑 因为他其实纵横股海 大概超过有20年以上的一个经验 那事实上他也 大家也都知道说 他在股市里头获益不少 二十几年来 大概累积的身价 获利是超过百倍以上 翻倍翻了百倍 真的是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